《龙珠超》,悟空为什么越来越像赛亚人?地府呆七年彻底放飞自我? 随着《龙珠超》的不断更新,很多细心的粉丝都看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龙珠》的两位主角,悟空和贝吉塔,两人的人设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以贝吉塔出场的《龙珠》Z17作对比,悟空从一个具有一定宗师风范的地球守护者变成了一个不管不顾,只知道打架满足自己私立的舞池 而贝吉塔却从一个为了自己目的不择手段的反派,逐渐变得更有人情味,更会为他人着想 可以说,悟空从一个比地球人更像地球人的人,逐渐觉醒了自己战斗民族赛亚人的血液 而贝吉塔从纯正的战斗民族赛亚人逐渐变得婆婆妈妈,更像是一个地球人 就像说,环境是可以改变生物性状的,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三分是生下来带着的,七分则是你后天可以改变的 而后天怎么改变,环境的影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贝吉塔和悟空的改变也是环境保旧的 贝吉塔从塞亚人被灭族之后,因为是战斗天才成为了弗利萨的手下 但他并不甘心,直到得知龙珠的存在之后,他决定利用龙珠成为不死神 然后摆脱弗利萨的控制并且成为宇宙最强 不过由于实力有限,在接二连三的受挫之后与主角团联手,后来逐步洗白 但在随着悟空在沙鲁的战斗中牺牲,贝吉塔也受到了触动 当然真正改变他的还是布玛和特兰克斯的出现,有了轻轻的感化 对变心中有了牵挂,随后自己的戾气也逐渐消失 本身作为赛亚人的王子,肯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且见多识广,并且脑子也好使 所以心里有了家庭之后也会做得更好 而悟空则几乎是相反的一个方向发展 悟空打败比克之后,和琪琪在包子山平静地生活了五年 还有了悟犯,悟犯四岁,可见结婚第一年就有了 但随着敌人的不断到来,悟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 因此就需要不断修炼变强 几乎从拉底斯出现之后,悟空就在没有过一天平静地生活 从戒王星到纳美克星,从弗利萨再到沙鲁 悟空几乎每天都在不断战斗或者修炼 或许悟空也累了,所以他选择与沙鲁同归于尽,并且拒绝复活 但是到了地府,成了灵魂的他,反而是没有疲倦了 而且在这里他还可以每天都去比武还不用休息 当然最重要的是其他的所有亲戚朋友,家长离短等阳间的事他都不用想吧 显然在这种环境下待七年,可以肯定的是,每天全身心投入练武,实力肯定是提高最快的 但其他事基本也都忘得差不多了 因此,复活之后的他每天去种菜干活肯定是浑身痒的难受,所以会抓住一切比武的机会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